我們現在時間來到了下午的五點鐘 我們剩下的是兩場的比賽 那目前的話 大家畫面上看到了兩名選手 分別是Might Cloud 以及我們的哈拉狗 這個都是確定晉級到我們的全國決賽的部分 將會代表北二區 來到了1月18號的全國決賽 那這個比賽贏的話就可以 就是來到 今天的冠軍賽 看誰可以拿下冠軍的總子排名順位 那這場比賽是準決賽 那分別是宜山統一絲對上的是兄弟Allstar 剛剛看完的 象牛大戰 這邊會為大家介紹的是絲象大戰 那我們比賽在隔兩分鐘之後開始 那跟大家回報一下目前確定晉級的名單有 褲勞特 哈拉狗 以及回憶薰 那這邊芷辛加上昨天的三個蝴蝶之外已經有四名選手晉級到我們的全國決賽喔 那另外一個名額就是我們的小半島Magic 所以他也不用辛辛苦苦的打中區的那個死亡之組了 所以他已經確定晉級到我們全國決賽 那他本來也相當興奮喔 我們等一下可以找他聊聊天好了 你現場訪問一下 訪問他一下 我們的那個 他很high耶 可以了 我們的 13年的全國俱樂部賽的MVP喔 那他現在已經晉級到了全國決賽 他應該很想要是看有沒有機會挺進到了一二名喔 去打一下韓國人 那他在對於電競賽事也是相當的持續在追求以及熱愛 好我們現在比賽開始 一局上半的天氣雪天場地的部分是在舊金山巨人隊的球場 那目前的話比較特別的是 也沒有比較特別 容積上場 對那這個隊伍剛剛我們有轉播過 就是統一師隊 對 那他的對手是兄弟相對 嗯 然後師相其實通常都是一個非常激烈的對決 就跟你們在球場拉拔 因為橡米通常都很多 對 而且很瘋狂 很瘋狂 他們很厲害有一次就是 在我們主場的時候 他們的課場 但是就是有三個女生站在那個外野區 大聲喊那個球員的名字 然後然後在那個這個課場這邊的啦 就就 就幫忙喊 就三個女生就可以 贏過 當下的氣氛 真的很厲害 比如說他外野喊 對 洪正銘 然後內裡就喊全雷打 對 對 他們應該是 小時候是追星竹那種尖叫聲非常大 這樣很厲害 就是相名很很爆 我覺得相名 很熱情啊 相對這蠻支持的 嗯 那當然他們只在明星賽的投票都是第一名的 嗯 所以網路上有一個說法 只要穿著這件衣服就會成為明星球員 黃金戰袍 那他對 明星的象徵 他們都很挺 嗯 好那我們現在打者是 跑者上到三壘的得分機會打者是陳蓮宏 我們的 裸總 嗯 我有一次去台南 那 就是 反正就去玩 然後就在路上遇到他 我一直覺得他是 非常魁梧巨大 你說這個我們教練啊 對對羅總 對他很高 很高又很壯 又很壯 對 比他 地還壯 你知道他弟弟是誰嗎 誰 他弟弟是陳慶豐 真的嗎 真的啊 哦 嗯 差很多歲嗎 差還好 這有詳細不清楚 好 好啦對怎麼沒有壹大 這個 對啊之後不是會有 接下來以後再 等他出現那一刻大家就會看到他出現 有其實 其實有後續有安排一些壹大的那個吸睛女孩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這個 往中間打 黃甘霖是要往回 往左邊跑 最後也沒有發生失誤 牢牢接觸這一顆球 所以經過一局的進攻 兩邊都沒有得分 那我們最後剩下兩場比賽 小雲要試著 換你轉播一下 好難喔 現在一人出局 然後 沒有人 雷上沒有人 對雷上沒有任何一名跑雷者 輪到了打者是 黃甘霖 投手是 然後他二局上又換了後援投手不保險 你知道黃甘霖的老婆是誰嗎 誰 是那個阿令 啊真的嗎 對 厲害了 唱歌很好聽阿令 人生勝利組 打棒球 然後還取到那個 美嬌鳥 然後又 唱歌好聽 剛剛高國慶怎麼瞬間就 放中間打 最後是一個出局 二局現在這邊天氣又換了 風勢也換了 對於 統一師來說並沒有太大影響 因為他主要是陰天喔 他投手 曹總也有吃到那個 天氣的加成 對 目前對於 這一局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對於 哇 是 陸空的危急 但是最後是 沒有打出去喔 來到了 最深遠的地方 深居上 其實我們下半競爭這場有蠻多次都得MVP 有跟我們一起跳嗎? Ganna,有沒有看到嗎? 他蠻High的 他背部落都不跳 他也算蠻敢秀的野球 而且好像有一個活動是那種 有搭那種電子花車 跟阿唱歌 開演唱會 小新演唱會 他們有唱 登登登登 那個 啊 國薰已打烊 那個原住民很愛唱 然後還有加舞蹈 對 他們很厲害 多才多藝 不只會打球 還會有一些小小的才藝 帶動一下球迷的那個 氣氛 這邊選擇短倒 這蠻快接到 但是對手速度最上 沒有輕力的傳向二壘 最後傳向一壘 林志祥已經來到了二壘壘 那現在機會是做給了 擁擊 台灣轟炸機 哇這邊打動了 非常漂亮的一個揮擊 帶有一分打點 跑勒者站上了一壘 那在得分之後輪到的是小鄧鄧的打擊 小鄧鄧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名選手 有趣 對他曾經有一個新聞是說他每天都被自己率型 哈哈哈哈 他好秀喔 這邊短打失敗 喔 速度不夠遭到雙殺 兩名選手同時回到休息區 喔 他那個好像一看自己照片 看他發呆 然後摔到床底下去 會有重視 小鄧平常會那麼 斷桌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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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星座是 獅子 那應該會有一點點吧 獅子是 還蠻喜歡自己的 可是 會想要展現自己 但是 不會想他那麼誇張 我是比較沒自信的人耶 我覺得啦 是喔 對所以 希望大家支持 對 希望支持一下我們的UNIGO 新的勝利捐銷 最後這個使用一個紅鐘的配球 讓對手 沒辦法一個擅長 一個 比較好的發揮喔 很快的結束了三局下半 現在比賽來到了四局上 打者輪到的是 喔 所以他同一隊 金鋒跟他哥 還在三四棒 對 陳金鋒三陣之後 換哥哥來 現在是陳天皇的打擊 大哥替你報仇 對 哇 結果大哥有說到 但沒有報到仇 好 好 Auto 而且我扛到了 左半邊 船向一樓 自殺出局 其實玩家問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蠻難回答 一來是昨天是第一次這樣的轉播 比較不熟悉 對 另外一部分 拉拉隊 女孩其實他們也都是第一次 姿姿跟小龍都是第一次 我也蠻緊張的 哇 這個天氣客道還打出一個內 沒有天氣對到 所以跑出了一隻內野安打 好 回到場上 有人上了耶 但是輪到兩棒是天氣客道的 看一下可不可以有開框打安打的能力 這邊是選擇放掉 要避免雙殺打 我們下一半的部分是陳志遠 我們下一半的部分是陳志遠 又要打倒了三不肯定的新年快樂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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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用土豆的回 哇 神袍類喔 這邊是立刻繞上了二類類 不知道二三類有人 沒有人 兩人出局 這邊保送的是路易斯隊上 是七等的靈明線 但是也有打擊最上的人力 我已經切不進去 我們現在把現場 交給我們的現場觀眾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就是表現的這一切 對 情緒就跟他們的生意一樣 對 情緒就跟他們的生意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有多餘的文字敘述 最後是由兄弟相對的一壘手 接殺 一壘手打給了一壘手 天氣又變了對不對 對 對 天氣現在是雨天 我昨天 剛剛有聊到昨天的互動 其實 如果大家可能也覺得 小小的那個 可能不夠熱絡 跟大家說抱歉 其實都沒場 還是有盡力在想說 要問姿子什麼問題 其實後半段 還有請玩家 問蠻多姿子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部分 我昨天問他一個說 當妳去出席球場的時候 就是去當天有出席拉隊 比賽的勝率 高不高 妳知道有這種東西嗎 就是 妳在的時候贏的機會 我們是之前有一個復古傳說 就還穿復古裝的時候 還蠻容易贏球的 就是不敗的復古球服 對 不過還是 我記得敗的距離非常少 對對對 那時候好像七連勝 對 然後最後 好像是 異大吧 異大 攻破了你們的 對 就是被攻破我們傳說 但是還是贏蠻多場的 就是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桃園主場 Lamigo 就是很難攻破 聽說 在桃園打 喔啊 雖然你們不用 雖然你們不用出席 這個 對 真的很奇怪 只是他們後援會去打都很辛苦 桃園魔咒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話題 就是要用 球服來對抗球場 嗯 到底復古球服比較強 還是桃園魔咒比較強 然後最後好像 球服有贏了 一回合這樣子 對 有一回合 而且我覺得小文也蠻lucky的喔 他在2013年加入了 那個Uni Girls 對就可以打到總冠軍 第一你真的打到總冠軍 就幫隊伍拿下來總冠軍 對 就是很lucky 可以參與到總冠軍的賽事 而且你真的很 而且雅直賽很 也在台灣 很難得耶 很完整的參與了一個 對啊 很幸運喔 一整季的賽事 很幸運 而且另外一個特別是 統一絲隊是從下半季開始崩王 對 以往都是上半季就崩王 喔 上半季美女很強 然後這邊有一個 大家有看到他跑動的 神之跳街喔 所以剛剛的跑動非常快喔 最後一個跳街出局 然後現在是六局下 好 這個半局的話是順利的化解 讓對手打出了一個三上三下 來到七局上 這場比賽節奏相快喔 各級出三 三戰打已經來到了七局上 目前已經只有經過了十五分鐘的比賽 超快速 超快速 我們球場不能說 就是打得很快 今天打得很快也不能這樣 就會可能會有 變化 然後到最後 是喔 就是在上面討論 不太 講這句話 對 了解 好 有一些小小的禁忌展 Mega 這還是持續1比1嗎 這還是持續1比1嗎 好 好 這邊是哈囉狗的猜拳 贏得了主場的選擇權 現在來到了Lucky7 出門 2比4 大比4 2比4 5 2比4 3 5 這邊也是沒有完整路框 所以沒有太理想的打擊結果 這個一個cut 最後沒有拆到對手投球的位置 遭到了三陣 我們看一下晴天的話對兩邊的互相影響 在統一師隊右外野以及捕手克道 那兄弟相對是二壘手克道 投手換上三場比賽有出現的郭洪志小小郭 而且遊戲中的眼睛跟現實一樣特別細 瞇瞇眼 這樣才有殺氣 這麼謹慎 兩好與壞換上第二章王靜麗 靜麗的投出三陣的對手 對這邊是沒辦法上壘喔 然後又來到了主場隊的攻擊機會 獅頭球 對手 我覺得我們這場可以比較輕鬆 對 這怎麼會是一個FF的攻擊 這又形成一個界外球 然後這邊阿燦只要站在這裡 哇那個 這次 不小心撕投還是策略 對手沒有投好 其實他剛好出現驚嘆號耶 然後球在紅中的時候 是很危險的 因為有可能是帥的出去 對對對 但是對手好像沒有掌握好 反而兩次都是不錯的結果 好好好 不然我們王靜麗也來投個紅中好了 好現在輪到的是我們的查理王唐兆婷 查理王 對要拍查理王的廣告 然後網友叫查理王 喔 然後那時候 有人說羅仲很重用他 不太重用他 唐兆婷喔 對 因為他打擊有時候會陷入一個小低潮 但他手背真的很厲害 好好快喔 快的跟什麼樣 對 一個飛起來一樣 如果可以畫出手背圈 半圍的話 應該是他是很大一個位置 嗯 今天他綽號還蠻適合他 就是快艇 在外野 外野遊走 然後應援曲在遊戲中 對 快快快快 好 現在是九局 現在是獅頭球 有 可是沒有 這真的是策略啊 這 怎麼會這樣子 問號 現在可能連線上的玩家都看不太懂剛剛的play 好 現在輪到的是彭正銘以及陳志遠的接連的打擊 九局下半 一隻拳雷打就可以終結這場比賽 將會出現我們在2014亞洲被全國單人賽的第一場再見拳雷打嗎 那這個中框的打擊其實是不會有太好的效果 我們都要下一幫撐志遠 喔 丟人了丟人了 他不想要讓他打喔 那輪到的是林一貞 投手也沒有換人喔 高健三繼續投 那基本上他們的壓力比較不大 因為他們已經確定進階 最後比賽結束了 居然是我戲劇壞 戲劇壞 繞過三個雷包 好精彩喔 我們的哈囉狗真的是非常厲害喔 最後靠著一隻安打加上中外野手的失誤 一口氣繞了三個臉 然後形成了一隻再見安打 那我們恭喜哈囉狗 挺進到了我們的冠軍戰 那我們的褲勞特雖然落敗 但是他也是32強的決定名單喔 那我們這場比賽打了21分鐘 下一場比賽 預計在5點40跟大家見面喔 大家再稍等一下 掰掰